怎么又停水了 这是昨天的洗菜水 这是我前几天花锯子淘来的88年长的雪碧 看来今天机会来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皇家评测 我是小瑞 说实话刚才的那杯82年的雪碧 其实喝起来没有什么味 因为我喝的根本不是原水原浆 而是经过安吉尔空间大师系列 全屋大水量净水器M7 Home Pro 800 过滤后的纯水 所以才敢放心的喝下去 还有刚才洗漱用的水 也是先进化 然后再由安吉尔空间大师系列 全屋迷你软水机软化后才使用的 没错 安吉尔空间大师系列 能满足我们的全屋净水的需求 我们之前测试的那些净水器 大多都是属于末端纯水机 而日常洗菜洗浴等用水 依然是普通家庭用水 虽然普通家庭用水也是严格按照 国家水质检测标准执行的 但是不排除管道供水带来的二次污染 而且最关键的是有鱼氯和钙美离子 鱼氯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水味 经过试剂检测看得出来普通家庭用水中确实含有一定的有效率 而含有较多钙美离子的就是硬水了 无论是台面上擦不掉的水渍被堵的花洒还是热水壶里的层层水垢 甚至是沐浴后的皮肤干燥过敏掉发严重等问题 这些都可能是硬水惹的祸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用到全污净水了 全污净水系统都比较复杂 像我们常见的净水器就属于最末端 只能解决安全硬水的问题 而完整的全污净水系统包括 前置过滤器、中央净水机、中央软水机、末端纯水机、管线机等等 而且体积一般都很大 需要有专门的预留空间以及管道 这一点其实就劝推了很多家庭 安吉尔空间大师系列之所以叫做空间大师 是因为只需要两款产品 就可以解决全污、全雨等多场景家庭进水需求 而且安吉尔空间大师系列小体积或世界纪录认证 两款产品加一起 除下空间也能够放得下 非常节省空间了 体积小了 那么它的性能会缩水吗 需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还是得好好地测一下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 安吉尔空间大师的安装顺序 安吉尔全污大水量进水器M7 Pro的独创 双ACF2000复合滤芯 可作为中央进水器 安装在家庭主管道实现全污进水 之后进水缤纷三路 一是全污所有的水龙头、涉水家电都可用上进水 二是接到长效反渗透滤芯2.0 Plus 过滤后就可以喝上纯水 三是接全污迷你软水机 软化后满足淋浴、洗衣等软水需求 所以在日常使用中 中央进水器的通水量是一个很关键的指标 毕竟全污的用水需求远远要比饮水需求大得多 现在我们在一个两室一厅两卫的房子里 为大家实测下安吉尔空间大师系列 首先测量普通家庭用水状态下 单个水龙的流速 平均下来每分钟10.5升 再同时打开厨房水龙头、阳台水龙头、洗衣机龙头 以及卫生间的淋浴龙头 共6个出水点测量并记录 之后我们再安装好全污大水量进水器M7 Pro 同样的单个及多个水龙头流速再测一次 单个水龙的流速可以看到是每分钟适量2升 再同时打开厨房水龙头、阳台水龙头、洗衣机、淋浴等用水点 测量出水速度并记录如下 我们对比安装前和安装后的流量数值 可以看到安装后对本身流量是没有影响 进水流速等同于自来水 而且多个取水点同时使用也不影响流速 可以说小体积也有着大流量 家里各个地方同时用水也能满足流量需求 安吉尔全污大水量进水器M7 Pro 真的能做到全污大水量优势 全家进水需求这回是真的一步到位啦 既然作为一款进水器 我们消费者自然最关心问题还是 究竟能把水进化到多干净 毕竟全污进水和止饮的纯水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但相同的是它们的核心部件都是滤芯 安吉尔全污大水量进水器M7 Pro 搭载龙金双效进水系统 两大独创科技或全球四项发明大奖 其进水端采用的是独创双ACF2000复合滤芯 过滤精度5-10微米 主要是过滤漂浮物杂质等大颗粒物质 以及蓄附余滤 而纯水端就采用的是专利长效反渗透滤芯2.0 Plus 也就是RO膜 RO膜的过滤精度就非常高了 0.0001微米达到了分子级别 各种化合物甚至细菌都能过滤掉 出来的基本上就是纯水啦 通过过滤荧光剂这种小分子化合物 就可以直观地看出来效果 而进化后的水也不存在荧光反应 它还搭载了APCM航天除菌科技 主动是吸附杀灭细菌 Escape超级耐药性细菌去除率99.99% 让喝水这件事变得更加放心了 同时为了照顾国人喝热水的习惯 安吉尔全物大水量浸水器M7 Pro 搭载大流量浸热科技 配合高清评显制控感应龙头 支持三档控温 指引泡奶泡茶冲咖啡都非常方便 我们把水温调到热水档 测试一下热水流速 实测热水流速每分钟两升 可以满足多场景冲泡需求 这款龙头还支持感应操控 在常温水档位还可以直观看到 当前的水质、滤芯的情况 用手机连接还能查看更详细的设备状态 滤芯寿命等等 甚至还能提供用水量、用水报告 让你对家里的用水情况更加清楚 前面说过中央进水器之后再接软水机 这是因为独创双ACF2000复合滤芯的主要作用是 过滤水中的大颗粒杂质、鱼滤等等 而水中的钙煤离子还需要经过一道程序 那就是软水系统 在这里我先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软水机的原理 在软水机的树脂罐中 存在大量的阳离子的树脂 当水经过时 钙煤离子就会与钠离子发生置换反应 留下钙煤离子 从而起到软化的作用 而当树脂中的钠离子被全部置换完后 软水机就会吸收盐罐中的浓盐水 充分接触树脂 从而钙煤离子树脂重新恢复成钠离子树脂 而这个过程就叫再生 虽然听上去并不是什么高科技 但是想要高效又省盐 那就得看各家的综合实力了 安吉尔全物迷你软水机也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树脂罐 一个是盐香 而且树脂罐有两个 采用了独创双区增效软化系统 配合专利平板布水结构 实现360度无死角喷零 提升软化效率 实现每小时1.5立方的流量 经过我们实际测试 同时开启两个卫生间的用水设施 可以看到软化后的水流速 也等同于普通家庭的用水 供两个卫生间同时使用毫无压力 而且安吉尔也升级了 软水机中的关键部件 让多路法的体积也变小 增加树脂空间 进一步提高软化效率 至于如何区分软水和硬水 这里我教大家一个小实验 在家就能做 首先准备等量的软水和硬水 再分别加入肥皂水 轻轻搅拌 变浑浊的就是硬水 这是因为肥皂水中的皂基 会与硬水中的钙媒离子发生反应 产生一种叫做造垢的沉淀 这个造垢虽然看着很小 但是在我们洗脸的时候 造垢就像小石子一样摩擦皮肤 破坏角质层 这也就是为什么洗完脸后 感到皮肤紧绷干燥的原因之一 而软水就不会产生造垢 个人感觉用软水洗浴 没有硬水那么深色 而且洗完后皮肤摸起来就是滑滑的 这里我们找到了两份研究报告 都表明硬水对天然保湿因子 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会加重皮肤炎症 同时我用皮肤水分测试仪 简单测试了一下 软硬水洗后皮肤的含水量 可以看到经过短短三天 洗完脸后的皮肤水分值 就有一定的增长 看来还是具备一定的保湿效果 但短期数据并不能说明什么 至于长期对皮肤的保湿效果 等我后续再给大家反馈 关注我们别走丢哦 作为研制中国第一台浸水器的品牌 安基尔深耕浸水领域37年 累计获得900余项专利 参与17项国家及行业标准制修订 就是想做好一件事 解决用水安全健康问题 10年前率先推出的末端长效浸水 可以说开启了饮用水浸水时代 之后推出A7系列 凭借专利分体式设计 进入全除浸水时代 现在的空间纳士系列 满足家庭的全污浸水需求 推动行业进入全污浸水3.0时代 安基尔空间纳士系列 不仅在浸水方面性能产击 还做到了合理的空间管理 只用一组除下浸水器的空间 就解决了全污浸水安全健康的问题 更别提还为日常 并且使用了增加的大流量静热科技 LOT智能互联等功能 这一套下来真是深得我心了 作为生命之源 安全洁净的水 就是健康美好生活的基础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考虑安装这套 小身材大能量的 安基尔空间纳士系列全污浸水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这期视频有帮到你的话 欢迎点赞转发关注 我是小瑞 我们下期再见